托母捡回一个孩子 眉眼向急了我死去的夫君 她说是缘分 为夫君投胎 后来还我恩情 我便举全族之力 推举她做了侯府柿子 可后来她功成名就 却将我求死后院柴房 我那死去的夫君带着她的夫人 来到了我的坟前 我们的儿子倒为你送了钟 你这辈子也值了 重活一世 他们要在台上演戏 我便在台下捧场 陪他们唱一出骨肉分离 家破人亡 正文开始了 轻轻每日分享不一样的完结文 关注轻轻不迷路 一睁一眼 我重生到了 托母带回谢成毅的那天 托母牵着她的手 眉眼堆满笑意 今晚你瞧这孩子 眉眼多像南风 我看着他 便像看见南风 仍还我膝下一半 着实欢喜 母亲为你选的笛子 绝对百里挑一 前世我也是在见到这孩子第一眼时 便感叹着了缘分的神奇 不仅因他眉眼与谢南风如出一辙 还因为谢南风治水生死四年整 而这孩子也四岁整 倒像是谢南风投胎到了他身上 来解托母的狮子之痛一般 所以我当即碎了婆母心意 将其养在身前 是若笛子 举全族之力为他求学寻道 正得远大前程 可我始终忘不掉 前世的自己 是如何被他戳磨致死的 落了锁的阴暗潮湿的柴房 被镣铐嵌入皮肉的手脚 瞎了的眼睛 永远吃不饱的干水饭 和丫鬟婆子 捏着鼻子的咒骂和踢打 那时候既绝望又痛苦的我 还真以为如谢成一所言 自己是生了能传染旁人的恶极 才落得人人憎恶 苟延残喘的下场 直到我终是承受不住 拿一根筷竹 四川喉咙而死后 我那死了多年的父君 与一一光华丽的贵妇 十指紧扣 懒懒站在坟前 双与我生的孩子 叫你了多年母亲 还为你扮了体面的丧仪 你这辈子也算值了 一而受你多年压迫 还能留你全尸 已是给足了你体面 既要与心上人 一生一世一双人 又舍不得侯府的富贵 这辈子 谢南风与心上人 生死不相离的心意 我定会成全 而他们的心肝宝贝儿子 自然成了被捏在 我手心的石骨软肋 婆母喜欢 养在我院里也无妨 这儿习觉得 她也不错 我御守一指 遥遥指向了 廊下扫地的少年梦远 少年单薄 瘦弱的似是一阵风 便能吹倒 却手上认真 风下的枯叶一片不落 前世我被谢成义 伸锁柏房 满侯府的下人 捧高踩低 恨不能多踹我几脚 在侯爷面前邀功 只有他趁夜深人静 翻入柴房 给我喂吃食 帮我涂上药 甚至在我死后 谢南风将镇尸珠 放进我嘴里 要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也是他悄悄扒开棺材板 将镇尸珠扣了出来 我与他不过几件衣袜的恩情 他却能念念不忘 拿真心相报 如此懂得真图报之人 若我能选侯府的继承人 为何不选他 谢母面上为难 捏着谢成义的手 有几分颤抖 毕竟是下人的孩子 做你嫡子 到底 我含笑解释 梦远自幼丧母 跟着父亲入府不过三年 其父便随侯爷 一起失踪在了临安的洪水中 侯爷尚且失海巡回 能入土为安 可他父亲 却不知飘零何处 连块墓碑都没有 每每看到他 我总会午夜梦回背下醒 无意不是梦护卫 向我伸出了血淋淋的手 想必也是 放心不下毒子 托我照顾一二 总归我要挑笛子养在跟前 谢家侯爷棺材里的 便是梦兆 却连自己的姓名都不配有 只为成全谢南风的一生意 是一双人 而谢家雕落 差的就是名声 他自然犹豫了 只他若成了你嫡长子 这往后侯府世子之位 谢母终究怕他谢家的侯卫 落入了旁人之手 这也是他为何执意 将谢成义抱回来的原因 母亲勿要担心 我谢家侯爵 只要能者拘之 方不如没了先被留下的 百年声明与威望 谢母稍有迟疑 却在看到身前 谢成义狡黠的目光时 歇了心思 谢南风的儿子 天姿卓越 岂会不如一个护卫的孩子 二人皆养在我的院里 我也如前世一般 拿我太师狄亲孙女的身份 将其送进了白鹿书院 齐先生是祖父的学生 受祖父照顾颇多 便私下托人打问 同事公子可有忌讳 这便是问我 要重点培养谁 想起前世为谢成义的课业 我挑灯陪他熬夜 一笔一话直笔 叫他练出书法 甚至拿出嫁妆 帮他结交义友 最后得来一句 你不过就是想 让我为你证告命 不是亲生的 你从来就没把我当过人的憎恶 我笑了 并无忌讳 一视同仁 毕竟扶不起的阿斗 自己会倒下 而尝尽人间心酸的人 知道抓住机会就上 婆母近日经常去护博寺礼佛 每每回来便对我挑三拣四 一儿年纪上小 每日写如此多的字 手都挪坏了 可否减少几成 教税太少 孩子都瘦了 即便为了功名 也不该不管顾她的身子 我知去护博寺是假 但去郊外和她儿子一家团聚是真 指着谢成义抱着她母亲 哭诉着我对她何其严苛与冷漠以后 便换了谢南风的恨意 和谢母的埋怨 我只装作不知 点头鹰的痛快 都听母亲的 如此幼儿 我也不曾教过 难免不知轻重了些 母亲勿怪 谢母缓了神色 也道了声 我辛苦了 指她转身走后 从前的梦远 便是如今的谢之远 自屏风后走出 母亲为何独独为我家课业 却对她如此放纵 我垂眸一笑 如此你可会怪母亲 对你太严苛了 知远抱拳一礼 母亲对我寄予厚望 我当加倍努力 不辜负母亲才是 我很满意 谢之远不如谢成义聪慧 但她踏实 肯吃苦又上进 在谢成义装病 和婆母一趟又一趟 去和护国寺的家人团聚时 先飞的笨鸟 已经渐渐赶超了耀眼的天赋 知任重道远 而被谢母捧在手心 惯得无法无天的谢成义 却只等了一字中 她开始慌了 拿我问话 南风虽与你感情不和 但你不该将对她的不满 发泄在孩子身上 成义一向南风 该是她的福气 而不是你厚此薄彼的缘由 早知你如此厌恶她 当初又何必留她在府上受搓磨 扔了一地的先生批语 我一一捡起看过 无非是批评谢成义 练字不认真 背书不上心 上课不专心罢了 望着躲在婆母身上 却对我开始目露恨意的谢成义 我才冷了脸色 舍不得成义 受苦受累的是母亲 借着母亲疼爱 三两天去礼佛 不肯去学堂的也是谢成义 可到头来 却全成了儿媳的不是 既是如此 母亲看不到儿媳的用心良苦 不如将她养在自己跟前的好 为旁人养孩子 本以心累 却落得一身骚 这活谁愿意接谁接 同为我的孩子 为何之远便能得家等 只她好意无劳 不思进取 连个以上都得不到 到底是我厚此薄彼 还是她不知长进 谢母被噎得说不出话 看着被我养得越发出挑的谢之远 才知道是自己的溺爱 差点毁了自己的孙子 她善善保证 往后不带谢成义 去护国四胡玩 也不会干涉我叫她课业 母亲说到做到才是 若从一等调到了柄 书院是要退学的 届时再想找个好先生 只怕落了男娇的骂名 男上加男 我在谢母赌咒发誓的保证中 退出身去 却在一门之隔 听见谢成义的哭声 祖母 阿娘说了 这个女人不会对我真心好 你不能将我教她手上 怎会在她眼里 你与那个野孩子是一样的 她知书达理 跟她学不会错的 可谢成义没说错 我才不会对她真心好 人人都来以德抱怨 又何以报德 是以当晚 她对我怒目而瞪时 我便冷肃地罚了柜 忽略掉她满眼的恨意 我将最好的点心 最软的棉衣 都送进了谢之远的院子里 她年幼 对我的后子薄笔 和故意刁难敢怒不敢言 只能咬着牙隐忍 想等着第二日 去给婆母请安的时候 再告一状 可我没给她机会 第二日天未亮 我便将人捞起来没书 跪到子时才睡的她 此时昏晦欲睡 一肚子的怨气 变成了好大的脾气 冲我又吼又叫 你这个坏女人 你故意欺负我 等我长大了 继承了侯府 我要让你不得好死 我得不得好死不知道 她当即被打了掌心 关进了房里 不许吃饭 何时知错了 何时才可放出来 嚎啕的哭声 就好死的话 若传出了侯府 对我谢家名声 以及诚意之意的前程 有何影响 若是少不更事便罢了 可她如今七岁已过 早该名理懂事了 孝字当头的大悦 便是嫡子不遵主母 都会被家族除名 何况是喊打喊杀 该罚 这孩子被交惯坏了 我 我听你打 婆母怕了 当即狠的心 我终于能在她身上 大展拳脚 用心的嫡母不好当 但恶毒的后娘 却很好做 前世的耐心 真心和用心 我都用光了 今生的我只有狠心 恋字不用心 罚 对我不恭敬 打 课业完不成 熬 甚至还要时时被拎出来 与出色的哥哥相比较 在我一包一扁的打击中 她越发厌学和叛逆 我什么都给她 偏偏不给她爱与耐心 甚至当真做到了 冷酷无情般的严苛 不要怪我对你言 怪便怪你太贪婉 误了幼时启蒙 如今只能恶补一条出路罢了 与她亲生母亲的温柔爱护一比较 她对我恨意 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母亲 她在学堂哭鼻子 四处传你虐待了她 谢之义犹豫许久 才将金钟贵妇们 突然集体疏远我的缘由 告知了我 谢成义撑不住了 她背后对侯府的一切虎视眈眈的人 也熬不住露出了马脚 揪住谢成义身边的老嬷嬷 我便找去了婆母的院子里 母亲恕罪 谢成义这孩子 我实在教不了了 陆家世代书香 虽如今大哺如前 却也要脸面 是万万承受不住 女子不嫌的骂名的 婆母茶碗落了地 那老婆子才支支吾吾 少爷是被夫人罚怕了 她不是故意的 她还小 还不懂事态的严重 老夫人息怒 婆母恨铁不成钢 却不敢露出一丝 对外面人的情绪 只捂着胸口喘粗气 我又补了一刀 镇远将军府的寿宴 儿媳无能 未收到邀请函 便是体面的世家大祖 已不屑于和我这等 由鲁家风的女子交往了 可我早就不仅仅 代表的是自己了 而是陆家女儿 与谢家主母 婆母还未从其中缓过进来 我母族又传来了话 丫鬟一字一句 复述的小心翼翼 陆家女儿知书达理 便是入了后宫 也是排得上名的体面 如何被谢家泼脏水 哪个养子 如此搓磨于她 且不说流言非于理 那谢家养子 便是谢侯的私生子 只四处散播的 陆家女儿谣言 又将我陆家脸面 与清明至于何地 若污名不得洗清 便开了祠堂 两家体面分手 免得落下亲家 便仇家的下场 流言当然是我刻意放出去的 而谢成义 对我的污蔑诋毁 也有我的刻意放纵 和推波助澜 水越浑 事态越严重 他们才退无可退 三管齐下 谢母忠视两眼一番 昏死了过去 我坐在床边 神情冷淡 若非她纵容谢南风 任性妄为 又怕我在她死后 惦记了谢家家产 如何会一出遗花揭目 便将自己的亲孙子 放在我身边 将我血洗肝后 一脚劈开 她明明知道 那女人要的 从来不是血南风 而是我手上的一切 可她任由他们 对我偏偏宰割 将我炸弹用尽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她是 他们也是 好半天 婆母才在丫鬟的 忙前忙后里 缓不神赖 却是直接将谢成义 从学堂拎了回来 跪在我身前 逼她道歉 我冷冷贴了一眼 道歉有何用 名声一毁 便是磕破了头 也于事无补了 便只想一个道歉 就让我既往不救 未免太轻看我陆家的脸面了 如今损害的 不仅仅是我的名声 还有陆家的脸面 便是我肯原谅 陆家的言官何其厉害 又岂会与谢家善罢甘休 婆母中是在我的提醒下知道 得罪了言官 便是平日无事 也要夹起尾巴做人 生怕遭人上见 而侯府已无人再嘲 遭了上见 便是连个距离力争的人都没 只能苦水独吞 如此你看该当如何 我玩耳一笑 当由谢成义带着重礼 上门致歉 如此一来 谢成义冤枉主母 祸害陆谢两家的事 便板上钉钉 便是日后有惊天之才 也留下了顽劣不堪的污点骂名 婆母当即反对 不可 如此便是毁了一儿的前程 谢家的未来都在她身上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毁了自己 我倾台眼皮 那便毫无办法了 自损八百还能留有余地 若被连根拔起 便是在无翻身之日了 孰轻孰重 母亲当仔细思量才是 谢母脸上变得十分难看 我却装作没看见 她的爱子心切和不肯松口 本就在我的计划之内 可有的是她在乎的东西 让她乖乖低头 回了院子 我便给叔父去了家书一封 守望相助才有我们陆家人的以后 第二日朝堂之上 议会的叔父急忙上了奏书 直指谢家家风不言 任由私生子入府 污蔑主母 造谣声势 打了陆家脸面 满朝哗然之下 却渐渐有人信了 那孩子与谢侯八成相像 又恰巧被老夫人捡到 未免太巧合了些 陆家家风严谨 各个知书达理 便是连磕带下人都闻所未闻 如何会磕带数子女 只堪的长子 本瘦弱不堪 笔都不会拿 如今清风朗月之姿 更是满腹诗书 不是主母人后 如何能养得这般好 圣上并不愿插手后院之事 加之感念谢南风为国捐躯的功绩 还给侯府留了余地 甚至劝我叔父 谢侯为人正直 我相信那孩子不是谢侯亲生的了 他总没那么大胆 敢欺瞒圣上 陛下夸他正直 若他当真有了私生子 便是打了陛下的脸面 也犯了欺君之罪 谢家不敢 叔父却并不退让 即便不是私生子 可毁了主母名声 连累我陆家被骂 总归不假吧 朝堂上的风雨 还是吹到了婆母的院子里 谢家人未免名声受牵连 必问着老夫人谢成义的真实身份 欺君之罪 罪则滔天 便是有再大隐情 谢母也再不敢承认 谢成义的身份了 我捡来的过儿罢了 莫让刘言飞语 乌鲁文名声才是 那些人却并不罢休 既不是侯爷亲生 品行如此低劣 如何看作侯府世子候选人 倒不如从旁系挑出 两名备选人可靠 自己的果实被旁人摘了 谢母如何也不会愿意 胡说 我们 我们不还有支援吗 那孩子被教养得不错 如此 他当真陪了夫人又折兵 既得罪了陆家 又让谢南风 永远不能认下 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还在桌面上 抬高了谢之远的身份 婆母暗吞苦水 带着病重的身子低了头 怪我没有早日听你的 让谢府如今 被置于风口浪尖 如今后悔已没有用了 只求亡羊补牢 不算太晚 我便立即背上大礼 有翼儿去陆家赔罪 我乖巧硬下 出门时却咧嘴一笑 谢南风引以为傲 被寄予厚望的儿子 便如此轻易 被落下污名 想必他很痛很难过吧 但除这个 他下来的双肚里 轻淡淡一笑 所以他不忍我便不义了 记得小心谨慎些 莫被人留下把柄 轻竹万分坚定 小姐放心 谢成义带着厚礼 去陆家道歉时 街上突然响起惊呼 这就是谢家 那个私生子 他为了毁掉主母名声 四处散播谣言 如今要被圣上责罚了 才迫于无奈 去陆家上门道歉了 嘖嘖嘖 真是养不熟的狗 他能去百路书院 还是多亏了 主母拿着祖父的关系 才将人送进去的 竟如此不识好歹 且看着锦衣华服 皮润面红 也是过着优渥日子的 如何是被主母刁难了的样子 就是太不要脸了 这种猎种 也不知生母是何人 大概也是什么不要脸的贱蹄子 这孩子四岁 主母入府也才三年呢 真是谢侯的私生子 没看到眉眼一样 手背上的胎记都一样吗 那可是谢侯的接生坡认出来的 还能有错 七嘴八舌的议论里 谢成义脸色煞白 止不住浑身哆嗦着 艰难的一步步往前挪 可眼神却在拥挤的人群里 四处找寻 而给他出了 鬼主意的他最爱的母亲 如今躲在人后 捂着嘴巴 强人眼泪 对向他投去求救眼神的儿子 不敢管顾 甚至刻意避过了身躯 谢成义的瞬间欣喜 变成了满面失望 他沉默地去了路甲 规规矩矩 按照谢侯的吩咐 行礼道歉 可他攥紧的手心 出卖了他满是屈辱和愤恨的心情 而我刻意站在了他母亲身后 长须短叹 好好的孩子 以后的前程都要被毁了 莫说侯府世子 便是上好的亲事 也很难寻到了 功成身退 我转身离去 只那女子捧着硕大的肚子 面白如霜冷汗淋漓 小姐可知道怎么着 那位难产了 我翻着话本子 答得随意 那是她的造化 我身上磨满的活血药 可是刻意为她准备的 烛光下写字的谢之远 比肩一顿 落下了墨团 被我看在了眼里 谢母本在病中 却突然说她梦到了侯爷 要连夜出府 去为侯爷添香火 我知她迫不及待 要去见她另外一个乖孙子 便也不阻拦 看着马车离府 廊下阴影的谢成义 目光森寒 一言不发 我当作没看见 母亲当真是 急急忙忙的 都忘了我的叮嘱了 一而正是需要人 安慰关怀的时候 她竟不管不顾走了 青竹余光 撇了撇柱子后面的人 扬声回道 自然是有比二少爷 更重要的是呗 我们含笑转身 回了屋里 青竹才低声 她带了接生婆和大夫 我点点头 于事无补 我没说假话 悄悄看了儿子一眼的许双 本该等在茶楼和采购物品的谢南风 一起回院子的 可她突然发动了 在街边的巷子里 便见了红 但她未免人多眼杂 没带丫鬟 突然要生产 竟是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等谢南风找到她的时候 她已然血流一地 快昏死过去了 虽谢母快马家鞭赶了过去 接下的也不过一句死胎 和许双在南受孕的噩耗 可许双却发了疯一板 要将自己的义儿要回去 然后是谢母与谢南风 如何劝她从长记忆 她也是一个字都不听进去 只要一想到谢成义 那一脸委屈 与受千夫所指的可怜之态 我的心便如同被针在炸 是你们让我母子分离 是谢南风你骗我再生一个孩子 一样能让我开怀 可没有呀 我再也不会有孩子了 我的义儿 你们还给我 好不好 谢成义是她唯一的孩子 却叫着她最厌恶的人母亲 她如何能不恨 她的恨她的怨 深深折磨着谢南风 而谢南风的颓丧与失忆 也狠狠撕扯着谢母 儿子如此信任母亲 才肯将骨肉放在母亲手里 你如何让她沦落到如此地步 母亲太令儿子失望了 被谢家家族逼迫 又被亲生儿子埋怨 她里外不是人 只闹一肚子气 如此回复后的谢母 如同被抽干了灵气 躺在床上眼神开始发呆 可谢成义却恨上了她 恨她口口声声爱自己 却在自己最难堪 最难受 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 丢下了她 谢母念叨着要孙子是急 可谢成义的回答 如同一盆冷水 祖母糊涂 一而如今 功课已然落下许多 如何还敢将时光 花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她被噎得难受 只紧紧闭了闭眼睛 将人挥走了 最终侍奉在她床边的 却是她从未放在眼里的谢之源 她温柔细致 周到体贴 即便是明知 她与谢家毫无关系的嬷嬷 也不由得夸她一句孝顺 下人生的野孩子 未必本性有多好 不过是陆家家风好 今晚会教孩子罢了 哎 相比于今晚 那人不说也罢 谢母何其后悔 不该一时心软 救了那归中密友的最臣之女 更后悔的是 不该将其带回了谢家 将她好好的儿子 勾去了魂魄 连好好的侯爷也不当 非要与她归原田居 一生一世一双人 还好她到底智慧了一回 将太爷给病逝的长子 定下的陆家女娶了回来 偌大的侯府 不指望她陆家女和陆家的帮助 她又能指望谁 谢母身子稍好些 我便提议陪她去护国寺祈福 为她消灾解难 她到底挂念着那个死胎 要为她点斩长生灯 于是答应了 护国寺大殿门外 以拜完万尊佛满身疲态的谢母 似是良心发现了一般 拉起了我的手 近晚母亲相信有因果了 但母亲从未想过 害你什么 侯府靠你支撑 真是难为你了 我淡淡一笑 也能如威武大将军一般 只是在阵前受伤 重伤失忆后流落民间 最终能痊愈后找回府来 该多好啊 近晚痴心妄想 总骗自己 种礼的人虽穿着侯爷的衣服 但已面目全非 说不得另有隐情 侯爷会有一天突然回了府 那时候近晚也不必再 独自苦苦支撑侯府 母亲也能奴子团圆了 谢母脸色大变 抠着摸摸的双手 轻轻抱起 但她以身泪为由 匆匆回了厢房 关起门来 她便大喘粗气 神情激动 她说的没错 南方还有退路的 只要抛开了那个最沉之女 侯府的一切和她的儿子 都是她的 默默到吸了口凉气 可那位如何能放手 谢母的脸上变得冰冷 连声音都带着阴寒 她给侯府带来的麻烦 已经够多了 若不是她给一儿出的鬼主意 如何能让我们母子离心 安生的便做个乖巧的外事 不安生的 便别怪我拉手无情 我站在罗汉殿外 居高临下 冷眼瞧见 包着头的许双 站在谢母乡房外 身斗如筛 谢家的薄情 不该指我一人知晓和承受的 许双 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庆竹 我瞧着冬天快过去了 小姐 还在落雪呢 瑞雪照封年 来年该是大丰收了 谢母贤少在外出 只多加了护卫 跟着谢成义 不让她乱跑 拒着她在我跟前读书写字 我对她的言科 渐渐有了成效 先生的评语 从全是斥责 到了如今的 颇有长进 我便不再严苛 也将她的待遇 提到和谢之远一样 他们一起 在我院子里读书写字 陪着我用饭赏花 也随我一起拜访世家 颇有一副岁月静好 母子子孝之态 直到谢母又带着谢之远 去了一趟护博寺 回来后她便又变了 沉默寡言 总是走神发呆 我看在眼里 谢母急在心上 直到谢之远告诉我 临睡之前 谢成义问过她 问了她生恩大还是养恩大 我笑着问 你如何回的 儿子说养恩大于天 谢成义大概听进去了 所以出去买了一趟纸笔 回来脸颊落了手掌印 自己的儿子真心认了我做母亲 前世给我下慢性毒药 让谢成义慢慢折磨我 直至厌弃的许说崩溃了 他不仅打了自己的儿子 连恩爱无双的谢南风 也被他责罚和怨恨 不许他同他而眠 不许他同桌而食 更不许他出府 见自己的母亲和儿子 你要做什么 是要抛弃我吗 还是说你爱上那个女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母亲疼他疼得紧 巴不得你与他夫唱夫随恩爱到老 谢南风想解释 他却歇斯底里捂着耳朵大喊大叫 我不听我不听 你虚情假意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会信 但今日你敢出门一步 我便死给你看 谢母给谢南风的建议 他本觉得是无稽之谈 可渐渐的他心动了 侯府人人将他捧得比天高 哪个不是毕恭毕敬 为他是从 又有谁会像许双一般如此折磨他 尤其是在发了疯的许双 一日很过一日的嘶吼逼迫下 他的爱意 他的怜惜 他的心疼 渐渐被厌恶和疲惫取代 三代一世 躲在谢母嫁妆茶室里 互诉相思 谢成义满眼泪水 娘要我给母亲下毒后 和他远走高飞 他说我是他生的 就该和他一条心 可我不敢 祖母说过 母亲带我严苛 是为了我好 兄长也教过我 勿以恶小而为之 谢南风摸着儿子的头 很是满意 你母亲将你教得很好 侯府目前不能没了他 否则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若一而争气 做了那侯府世子之位 区区后院女子而已 捏死他 只如同捏死蚂蚁罢了 是你阿娘太心急 你误要听他的 三人温情之时 我从楼下一脸羞涩地出来门 而后捂着帕子 钻进马车回了府 一副与人偷会后 含羞带妾的模样 一住相以后 谢母带着谢成义也出来了 而谢南风 半座走夫 从后门退出了身 可这一切 都被许双看在了眼里 原来你们已经一家团聚了呀 你们便认为我很好欺辱 很好骗吗 想踩着我的血肉 何家团圆 你们没那么好的福气 他要出手了 真好 自寻死路我只能成全 白鹿书院要派几人 去齐鲁书院观学 为期半年 谢成义与谢之远的名字 皆在备选之列 夫人 大公子真才识学 倒也罢了 只那二公子 让老夫着实为难 我摆了摆手 奉上了一支百年人参 先生母亲病重 未得机会拜访 着实施理 小小心翼不成敬翼 至于游学之事 我认为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二公子此行一趟 必有增翼 先生认为呢 先生不再说话了 躬身退了出去 待先生走后 谢成义与谢之远 皆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谢成义对我恭恭敬敬 行了一礼 母亲为我用心良苦 儿子铭记于心 定用功读书 回报母亲的恩情 我玩耳一笑 母亲不敢奢望你的回报 不遭人怨恨便够了 夺人骨肉 让人母子分离 是会要命的 所以狗急跳墙 又做不动谢母 和谢南风工作的许双 一只簪子将我堵在了软胶里 竟然是你 那日在我背后刺激我是你 好恶毒的陆小姐 见她面色伟黄 双眼深陷 便知她日子过得不好 我就开心多了 姑娘叫错了 我如今是谢家侯爷的正妻 该叫我谢夫人才是 簪子扎进了皮肉 我是有几分痛的 但我知道 比起她的心痛 这当真不算什么 你果然从来都看不起我 哪怕如今 你已经成了我手上待宰的羔羊 你也不肯正眼瞧我一眼 但不可一世又如何 可你不知晓 你的夫君 还是被我捏在了手上 连你的儿子都是我生的 今日我杀了你 侯府的一切 都还是我的 我很是疑惑 将两世疑惑问出了口 你对我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非要与我不死不休才好 抄你家的 灭你足的 你倒一个都不愿 偏偏只对我恨之入骨 她骤然逼近 眼底心红 你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从来看清我 甚至要夺走我的一切 明明与南风情投意和四定终身的人是我 可她却偏要娶你做正妻 我为妾室也罢了 可你还没进门 竟也敢蛇辱我 我更糊涂 我何时蛇辱过你 她狠狠掐着我的下颌 逼着我与她对视 你第一次进侯府赏花时 被一众贵女围在了正中央 我不过远远偷看了一眼 你身边的老嬷嬷 竟差遣我为你端茶送水 明明我也不比你差 凭什么你夺了我爱人 还要如此蛇辱我 谢老夫人让我谨记身份 可凭什么 你不过比我幸运 没受家族连累而已 我为何要比你低下一头 原来一切都是谢母的手笔啊 让她知难而退 又不愿伤了母子情分 便拿我做了刀 我目光一沉 攥住了她对我用力的手 你便真的是觉得我看不起你 才让你变成了牙字必报 满腹心机的吗 明明是你自己 寄人篱下却不知感恩 总把所有人给到你身上的丁点 不快放大无数倍 恍若全世界都欠了你的 你敏感多疑 还无比自负 我只是你对命运不甘的活靶子罢了 你爱谢南风吗 他不过是你的救命稻草 你爱你儿子吗 他不过是你争权夺利的大刀 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才不该也不配得到任何人的爱 他接受不了将自己的外衣撕掉后 袒露出真实的自己 在最厌恶的人面前 他发了狂 要将我一簪致命 却被守在外面的青竹一脚踢开 你以为夫人的轿子这般好上 反应过来中了计的许双 起身便跑 青竹要追 却被我拦下 让他走 他满脸疑惑 见我拔下簪子 加身了脖子上的伤 才恍然大悟 借刀杀人 夫人高明 当我惊惧过度虚弱地躺在床上瑟瑟发抖时 谢母才握着我的手保证的 无论是谁 敢对我侯府夫人下手 我定不会让她好过 谢承意面色灰白 失魂落魄回了院子 若不是她将人引开 她娘如何能逮住机会 进了我的轿子 养不熟的 永远都养不熟 还好自我重生以来 我便对她从未有过期待与真心 便也无从失望 母亲可疼 办法总会有的 不该伤自己的身子的 儿子惭愧 尽一点忙也帮不上 谢知远的关切落进了我的眼里 怎会没有帮忙呢 若不是你 许双如何能大出血后 再也不能生了 谢知远刹那间面如纸色 跪在了我的床边 母亲责罚 我将人拉了起来 柔声道 母亲为何要责罚你 你护母亲 倒不问缘由 便帮母亲出手 如此用心 母亲颇为感动 但你要记好了 母亲培养你 是要你有更高远的志向 这宅院里的烟杂事 不配让你这未来的侯爷脏了手 谢知远眼中 有我看不懂的情绪在翻涌 哽咽良久 才红着眼眶给我磕了头 母亲教诲 儿子谨记于心 但母亲 你每隔几日 便让我去父亲坟前待上一阵 可母亲与父亲并无如此深情 何以至此 儿子猜想 坟种里的人 是我爹吧 我端茶的手一颤 撒了我一手的诗 知远你很聪慧 也很细致 你没猜错 那是你爹 我爹是被侯爷害死的吗 我摇摇头 我当真不知 他点了点头 无论是与不是 儿子与母亲总是站在一处的 我的儿子 我从来不担心他会比任何人差 甚至他会比谢家任何人都强 我们的福气都在后头 谢母又去喝茶一趟 回府后的面色很不好 那位被关在了郊外的院子里 侯 那人也被骂得狗血临头 带两位公子去了骑鲁学院 他便要借着巡抚的队伍回京了 我玩耳一笑 他没机会了 当初选择抛弃医生虚名时 就注定他再无回头之路 在我为两位府中公子 在酒楼宴请至亲好友 为他们送行时 一封癫女子 突然杀到了酒楼门口 捏着匕首 将谢承义搂在了怀里 儿子 你不要娘了吗 你怎么能听她的 不见我也不理我呢 是我生的你啊 谢承义苍白这张脸 看着众人诧异的视线 落在了自己身上 羞愧的恨不能当场死去 他娘跟她说的 只是在她送行的地方 求她母亲 给她一个随便的身份 好陪伴在自己身边而已 可她 要的是夫人的名分啊 母亲 我 她刚朝我叫了一声 许双儿便发了疯 死死捏着她的肩膀 连刀口渗血也不曾察觉 你不许叫她 她是坏女人 是她将娘亲害成了这般的 那日你去录家道歉 是她在我身后胡说八道 才让我突然动了胎气 也是她只是一群孩子 在巷子口堵住了他人视线 还嘲讽了你的诸多不适 让我激动下流血不止 才失了你弟弟 又失去了在孕的机会 你要和娘一样 恨她 永远恨她 我刻意装贤惠 焦急地走到人前好声劝道 姑娘冷静 有话好好说 只莫要伤了我孩才是 她突然转身 恶狠狠瞪着我咆哮 不要假惺惺 要不是你抢了我的亲事 南风何至于要让我带着大肚子 和她假死后归人田居 是你容不下我 是你要抢的一切 你是最恶毒的女人 现在对我儿子装什么假惺惺 她是南风的儿子 侯府的一切本该就是她的 也本该就是我的 是你 是你偷走了我的一切 你们都看她 这女人道貌黯然 虚伪至极 霸占了我的儿子 还要杀我 我若死了 就是她下的手 儿子看看她 她是我们的仇人 谢成义再也站不住了 摇摇晃晃便要落地 却被许双死死抱住 温言软语 像极了哄婴儿的母亲 你说啊 告诉他们 就是侯府唯一的男子 他们不能拿你怎么样的 你接我回去 我就是侯府的夫人了 我也会像她一样 教你读书做人 给你锦衣玉食的 你说啊 宝宝 为母亲说话 谢成义如捏着颤抖着 就是开不了口 她要发疯 举起匕首大声呵斥 是不是她教你 恨我仇视我的 是不是她要你跌关了 我要毒死我的 说你说 住口 谢母闻训赶来 一个眼神便成群护卫蜂而至 不等人反应过来 瞬间将许双拿下 被捂着嘴的疯女人 在谢成义的无措里 被狠狠拖走 与谢家有些过节的疯子 让大家见笑了 可谢母的话 毫无说服力 众人心知肚明 只草草到了别 若她此言为真 老夫人与侯府 便是犯了欺君之罪 指着罪名落下之时 老夫人该记得 我们谢家宗族 不曾知晓 一字半语 只求老夫人行行好 不要牵连无辜才是 告辞 老夫人已经毫无血色 若非强撑了一口气 便要直接倒地不起了 人群之后 被冒言遮挡得 严严实实的谢南风 双拳紧钻 满腔恨意 她的好双二 让她再也没有回府的可能了 为了名声 为了不落欺君之罪 便是侯爷又如何 该舍弃一样得舍弃 世家大族的无情 便是如此 谢母急火攻心 回府后便大病不起 大夫说好生奖养 大抵还能挨个一年半载 谢成义站在谢知远身侧 抬不起头来 带着哭腔问道 侯府因我毁了名声 所有人该是都恨死我了吧 谢知远却笑着 拍了拍她的肩膀 怎会 为兄便不会怪你 大人的事与你何干 若你能选择 大抵也是想选母亲 做你娘亲的吧 如今那人当众 撕了侯府体面 只怕往后你的娘亲 也只有母亲罢了 谢成义呼得抬起头来 全是难以置信 她 她要死了吗 她一个转身 便疯了班 朝府外冲了出去 家丁要来 谢知远冷冷一个眼神 所有人便都指了动作 谢成义冲到了郊外的院子里 她又爱又恨的娘亲 被吊在院子中间 满脸血痕 不 她不管不顾扑了过去 推开所有下人 将她娘亲放了下来 娘你怎么了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啊 谢南风冷冷站在一侧 你不该来的 她毁了你一生 不配你为她求情 谢成义头摇得像波浪鼓 不是的 她是我娘 她最爱我的 我该听她的 我该 谢南风听得来气 一脚将谢成义踢翻在地 你就是太听她的话了 毁了你的前程 也毁了我 你可知道 为父为你谋的前程 为我们谋的以后 有多周全 只要你得了世子之位 侯府的女人 是死是活不过一句话的事 为何你们要浅薄至此 非要在此时争个高低 我给你们的 还不够多吗 许双见最爱的儿子挨了打 又哭又叫的 将人搂在了怀里 对谢南风怒怒而逝 你若将你的承诺都兑现了 我何必与她争 说到底 你自私自利 又不想负责任 拖垮了我 也拖垮了侯府 如今 一切皆是你咎由自取 你活该 谢南风怒急 便对许双大打出手 饶是口吐鲜血 也不停手 护不住娘亲 又失去的一切的谢成义 也疯了 拔下腰间兄长 所赠的短刀 便从谢南风背后捅去 削铁如泥的刀 瞬间进入皮肉 见了血的她 呆愣在了原地 而谢南风捂着对穿的刀口 诧异又痛心的 回望了谢成义一眼 还来不及开口 便一口血吐出后 倒地不起 死了过去 下人惊叫着杀入了 便手忙脚乱地 将许双母子绑到了侯府了 想必母亲也是要许双 替你孙子顶罪的吧 做不过世人的命 都不如你谢家骨血的命重要 而侯爷早就死在了临安 郊外的那人 只是谢家嘉宾对吗 谢老夫人手指动了动 却睁不开眼 嬷嬷亲自将许双交去官府就是 罪臣之女 根本不可能走进官府 嬷嬷最懂老夫人的意思 定然会让许双永远闭上嘴 嬷嬷领命走后 我替谢母噎了噎被子 真奇怪 我与侯爷明明都为正面交手过 如今她死了 我却有种大仇得报 赢得彻底的松快感 母亲定然至死都想不明白 明明被关在后院的许双 如何能和谢成义串通好 演了这一出戏对吗 人当然是我放出去的 连谢成义和她的见面 都是我安排的 那是我给谢成义最后的机会 但凡她能念着我的恩情 不和她娘亲同流合污 这侯府总有她的一席之地 可她到底更偏她娘亲 不仅将酒楼位置告诉了她 还在她的怂恿下 给我的酒杯里下了蒙汗药 可惜最后喝到嘴里的 却是母亲你 断的也是她自己的退路 母子原尽 你不要怪我无情 至于谢南风 她确实该死 想荣华富贵 又不想担起侯府的责任 便让我屈屈弱女子 扛起了侯府的大旗 为她的锦衣玉食效力 最后又舍不得百年之后的侯府 落入他人之手 还将自己的儿子 也塞进了侯府做我的嫡子 你大概不知道 我梦里 这嫡子最后是成了侯爷的 然后和她的母亲 以及谢南风一起 害死了我 这辈子我就是来锁命的 谢母大喘粗气 死死攥着床单 我却置之不理 眼睁睁看着她挣扎着 不一会儿便咽了气 老夫人被二公子气死了 我的哭喊声传出了院子 曲霜终于露出了惊恐之色 却已经被押进了囚车 而谢成一文言 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喃喃自语 我什么都没了 她什么都没了 护她的祖母 绸缪的父亲 和爱她的娘亲 以及教养她的母亲 将她捧到云殿里 世子之位一不知遥的是我 将她一切无情夺走 狠狠让她跌入无边谷底的也是我 我说了我从来不是以德抱怨的人 即便前世之仇 太过虚妄 可今生今世她 一次又一次和她母亲狼狈为奸 对我出手 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要一个孩子的命太残忍 但砍断她所有希望 毁了她心心念念的前程 却很容易 谢成一如我所料 成了金钟笑柄 在谢之义光辉的阴影里 更加抬不起头来了 成一不要在乎那些流言蜚语 男儿志在四方 京城里的偏见 不代表天下人的偏见 总有弟弟你一展拳脚的地方 谢成一听了劝 在一个深夜 只身入了军营 便咬无音信了 直到谢之远 做了侯爷的第二年 才传来了二公子的死讯 他的死 还意外地为我证了告命 而那时的我 已经是侯府说一不二的 真正侯老夫人 谢之远对我敬爱有加 言听计从 人人皆羡慕我 运气好 福气也好 我淡淡一笑 任何好运气里 都少不得有用心的痕迹 全文完